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专辑统统加起来算一算 卖破了五百万张 这可以说是一个前五人的惊人机 我在总统之前 王杰尝尽了不少的苦头 他的父亲王霞当年在邵市素有性格男性的封号 王杰他的童年就在片场里头度过 长大之后呢 他曾经在电影里担任替身人员 表演危险的飞车特技等等 在17岁那一年 他只身来到了台湾打拼 他送过快递 刷过游戏 也开过计程车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唱片制作人李寿雪听到了王杰的demo day 帮他两身定做了这首歌 一场游戏 一场梦 熊剧排行榜冠军长达半年之久 当年的王杰究竟有多红呢 他是第一个在香港鸿坎体育馆开唱的台湾歌手 而今天的天王刘德华 还曾经只是王杰MV中的客串配角 一块来看看浪子他的故事 不要谈什么分离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不要说愿不愿意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他常常带一种沧桑 这么年轻的人有沧桑感 你说齐情是一匹狼 王杰就是一匹孤独的狼 那只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他的image就是孤独 孤阴 他是飞在天上那个非常雄壮 惊人不拔 然后不为风雪往前冲 但是非常孤单的一个老鹰 他的整个演绎的整个一路走来 他的感觉就像我觉得就像这首歌 一场游戏 一场梦 王杰他带起了90年代漂泊浪子的风潮 一身皮 加上重型机车的冷酷造型 是当年许多年轻人模仿对象 当年的王杰旋风创下了华语歌海惊人的销售成绩 他的总销售量超过了五百万张 可以说是事无前例 为什么道别你 你说什么在一起 如今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自信又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你会觉得他唱歌有点像江玉很悲情 然后很感动 很想去帮助他 我买他的CD 这样子大红的这样子 看过冷漠的眼神 爱过一生 永远不一人 在这世界冷静 永远不迷惘 他以前的歌比较又悲 又可怜 又孤独 又对叛人 那是一定会大败 然后一旦他结婚了 幸福了 我要唱一些 比如说我记得他有一些歌叫《回家》 很开心的歌 他是不是点往下掉了 我觉得当时做王杰在自装方面应该是最轻松的 因为他的衣服是最简单的 因为穿得越 越 越 越苍苍 他就越卖钱 王杰在26岁那年一炮而红 他人时期年龄并不大 但是光听他的歌声却仿佛是历经的风霜 的确王杰在成名之前他的生活十分的困苦 他的父亲是当年邵氏电影院 知名的二线武打明星王霞 但是王杰并没有因为有个明星老爸 而过着富裕的童年 王杰出生在台北县的永和市 三岁的时候随着家人移居香港 十二岁以父母离异 王杰成了没人要的孩子 被送进了教会学校寄宿 王杰回忆每当周末 同学的父母亲送来了鲜嫩的鸡腿 好吃的餐点 这一家团圆 他却总是独自一个人 这样子的日子王杰在教会 一直寄宿到十七岁 漫长的五年岁月当中 他的父母亲只来看过他两次 我们没有家 我们没有家 孤儿是我们的名字 回家生梦一笔不忘了 我们没有家 我们没有家 因为他的家庭是单亲家庭 我觉得单亲家庭过多过少 有缺乏母爱或者是 或者是父亲太忙 但他造成说 他两边都不是非常的 Balance 十七岁从教会学校毕业后 王杰置身到台湾工作 由于他拿的是香港的身份证 但没有老板愿意长期服用他 因此只能到处打零工 或者有一餐没一餐的运 他做过油漆工人 酒廊的歌手 继承车司机 也曾经在小飞 柯瘦阳的飞车队里头 表演飞车特技 因此参应了不少电影的演出 担任医生或者是科技演员 你说飞车飞到那个点 我相信谁十次都飞不到 但是我想他做跌承车 如果一飞 飞不到就被臭骂 底片多贵啊 你会不会飞啊 有什么猪啊你 好难吗 吓我一跳耶 没有问题吗 没有 因为我不知道 他们就叫我这样冲过来 我是看你很好啊 我很好啊 方方方还好吗 方方方 哇 赶快去看一下 赶快去看一下 我能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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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第六感生死练吗 我能把杖穿过去可以 那这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怕残缺的要留在这里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一场游戏一场梦》 这是王杰第一支的MV 导演还特地为王杰安排一场 《一场游戏一场梦》 王杰在担任自身演员时 也经常写歌 出入录音室 在偶然的机会之下 他的录音demo带 得到了当时一线制作人李寿泉的青睐 为他良心定做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推出短短一天月的时间 销售量达到了20万张 跟熊霸排阳榜冠军达到半年之久 《优异的浪子》 红遍了中港台以及东南亚 《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他那时候不做宣传的时候 一张唱片至少都二三十万 《当你说要走我不想回首的时候》 《爱情终究是一场空》 他香港非常红 很奇怪 我知道他香港非常红 是有一次我到菲律宾去看的 我记得很清楚 所有香港的剧组 还有香港的演员 在那边吃中饭 吃中饭就大家就起哄 就叫那个餐厅的老板 拿一张CD去给他放 王杰的歌 哇一场游戏一场梦 全部吃饭的香港工作人员跟演员 全部跟着唱 至于第一张专辑《将怎么到半年》 王杰飞快推出第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你》 同样延续销售的热潮 甚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销售量都突破了十万张 可创下了十分坎坚的销售记录 第三张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甚至在一个月之内突破了四十万张的大关 创下了歌坛的新纪录